方寒在天界大军之中杀戮着 掠夺着 好像名神降临 收割着生命 他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不知道多少虚仙真仙 死在了他的手上 都被纷纷化为圣迹之力 积攒起来 碰到厉害人物之后 施展出天元一击 现在的方寒 没有任何神仙 能够抵挡得住他一击 只有玄仙 仙人三重领悟 玄之又玄妙境的人 才能够抵挡得住他的杀招 不过仍旧要被击败 三十三天至宝 已经炼成了 周天仪 容天 浊化天甲 残天 图阵 天环 通天桥 封天 索 偷天 找到天梯 擎天柱 十件掀起 差不多是三分之一 都已经炼至成功 也渐渐显现出了 这传说之中 造化神器的威力来 到达现在 方寒是真真正正的 可以跨越境界进行挑战 神仙根本不可能战胜玄仙 一个境界不可逾越 但是方寒现在 不但可以战胜玄仙 甚至可以击杀 炼化玄仙 而且他的修为 已经到达了 神仙巅峰大圆满的境界 体内的本命宇宙 缓缓运转 神仙法则位居中央 已经隐隐约约 化成了类似于 玄聘之门的 品字形图案 这是要领悟 玄之右玄奥妙的开端 方寒已经能够通过到天梯 汲取仙界的原始之气 修为自然是可以再度提升 不过这种提升 仍旧是十分的缓慢 要近身到达 玄仙境界 必须要很大的一场震动 天界大军 无数神仙 我要全部都一一击杀 他不停地杀戮着 又有三四尊神仙大人物 化为了血物 被他吸收 打入了一件大锤之中 那大锤形似上古战锤 九半纹理 稍微一阵荡 连天都跟着共振起来 这又是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一件偏重于力量型的宝贝 震天锤 一旦炼成 和晴天助有 异曲同工之妙用 不过 这件法宝需要晋升为仙器 也要杀死更多的神仙才可以 就在他奋力搏杀 把一件又一件的 三十三天至宝 化成仙器的时候 在无极大世界中 惊人的变化正在发生着 无极大世界的所有本源 物质 都化为了一尊大人物的分身 这尊大人物化成之后 静坐不动 许许多多的太古道门 大世界实力全部去朝拜 那些在神族大劫之中 得到了仙府传承的人物 也纷纷向大人物靠拢 神舟门 中央大世界 天王大世界 风神大世界 等巨无霸的势力 每一个人都怀着 崇敬的神色 向金光中央去朝圣 那无极大世界 所化的人物 是真正的天界大人物 秀为通天彻地 无量无边 无极浩瀚 没有人能够形容 他的神通有多么广大 所会的神通 就算是把大千世界 随为微臣 都难以计算 许许多多的神仙高手 都是从天界降临下来的 守护在金光外面 让那些古老地道门 一个又一个地进去朝拜 这些神仙高手 也都是从天界降临下来的 成百上千 每个人的脸上 都带着趾高气扬的神色 中央大世界 不是号称可以媲美仙界吗 现在看来 真的是牛皮吹破天了 天界随意一个大势力 拔下一根毛来 都比中央大世界 要厉害得多 你看看 那一溜神仙 一群一群的 好像奴仆 什么时候 神仙都变得这么不值钱了 别乱说 中央大世界厉害 是因为牧野家族 在仙界牧野家族 也是一个巨无霸的势力 也是受到天军的扶持 哼 传说之中 那战王天军 不过是新晋的天军 远远不能够和灾难天军这种 过了一个混沌的天军媲美 我们是没有缘分 见到那尊大人物了 这次神族大劫 天界的大军才是主力 无数的远古道门弟子 议论纷纷 虽然神族大劫降临 但是现在 他们进入了无极大世界 大人物所化的金光之中 立刻就安详 宁静 像是受到了祖先的庇护一样 心里不由自主地 对那尊大人物产生了崇敬 宋远山 李懿 王宇坤 钟振阳 你们四位出来 灾难圣人要见你们 就在远古道门 各大世界齐聚的时候 足足有上百位神仙巅峰的强者 和一尊身上荡漾着玄妙气息 好像是玄线的无上人物 突然大喝了一声 啊 那大人物最先要见的 居然是这四个 得到了菩提 破君 圣者 都罗仙府传承的人 看来 这四个人的确是有大气韵 不知道大人物见他们 会给他们什么好处 许多人看到了大人物 最先要见的四个人名字 都是纷纷羡慕 嫉妒 哈哈 灾难圣人居然 最先要见我们 四道强横的神光飞射了出来 在金光深处 化为了四个年轻人 这四人 个个都深藏不露 全身的气息如海如玉 每一个人的体内 都蕴含着神秘的宇宙时空 上古仙尊的气息 从他们身体上透露出来 他们相互之间 神念交缠 暗中商量着 随着那些天界降临下来的 神仙带领 走入了金光核心深处 我们得到了四大仙府的传承 潜力巨大 是有大气运的拥有者 圣者要见我们 也是理所当然 王兄 你的圣者仙府中 储存有大量的原始之气 还有悬仙遗留下来的庞大法则 你练化之后 突破悬仙境界 也不远了吧 我随时都可以突破悬仙境界 哼 那混沌之子突破悬仙 还被方寒击败 重伤飞生 简直是废物一个 还是号称得到了 混沌宝库的人 还这么垃圾 简直是丢我们神舟门的脸面 以前他是我神舟门第一天才 现在飞升天界之后 就沦为小了 得到了圣者仙府的一尊高手 冷笑连连 等见过灾难圣人之后 我就情杀那方寒 来让混沌之子知道 他是真正的废物 方寒不是一般的强 王兄要小心 得到菩提仙府的宋远山 在方寒面前神气了一下 被打得差点生死盗销 现在他虽然强烈地想报仇 但却也知道 要杀死方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灾难圣人就在前面 你们保持肃穆 一尊强大的悬仙飞了过来 冷冷扫射了四人一眼 四人心中一领 立刻停止了神殿的交流 时空逆转来到了一座金色殿堂 真金王座下面 那真金王座高达数十万丈 在王座之上端坐着一个人 这人看见四人进来 形体和王座渐渐缩小 但是金光越来越浓烈 最后化为了一团金色的形体 让人看清楚面目和衣服 整个无极大世界 已经凭空消失化为了他的形体 他举手投足之间 根本不用压抑力量 可以彻底爆发出来 四个人灵魂深处都发出了战力 知道眼前的这个大人物 随意一口气就能够把自己吹成灰烬 你们四人不要害怕 都是大气运的传承者 得到了古老的仙福 那大人物灾难圣人终于开口了 传闻之中 这个大人物是灾难天君的儿子 不过此时此刻 四个人都不敢多问 只能够匍匐在地面 静静地听着这位大人物说话 你们在这次神族大劫之中 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天界会奖励你们 等你们飞升之后 都会得到极大的权柄 不会埋没 你们的天才 可以继续在天界绽放光彩 多谢灾难圣人 四个人用颤抖的语气道 那大人物点点头 突然把手一挥 似到金光飞灵到达了他们的头顶上 伪暗的力量狂涌而下 四个人突然一下不由自主地站立了起来 悬浮在空中 庞大的菩提破君圣者 都融入了自己的本命宇宙中 一股玄之右玄的气息 还有海量的原始之气 再次打入了四人的体内 四人仰天发出了呐喊 突然那王宇坤首先一阵 居然突破到达了玄仙的境界 一股玄妙之气 和头顶上的仙界之门结合 化成了众妙之门 砰砰砰 紧接着 另外三人也分别到达极限 突破了玄仙 成就无上大道 实力提升了数十倍 甚至百倍 这都是大人物的力量 使得他们的仙府融化 彻底练化 海量的原始之气催化 终于使得他们蜕变 走出艰难而又至高的一步 多谢圣人 灾难圣人 天地至高 无敌事件 四人心中有大欢喜 竭力稳定自身的玄仙法则 手握拳头 力量油然而生 我已经施展秘法 改动了你们身上的天道规则 所以 天界的接引之力 在十日之内 无法对你们造成任何影响 你们可以动用全部的力量 帮助我做一件事情 大人物道 什么事情 请灾难圣人吩咐 四大高手立刻道 杀了方寒 或者是活捉他 这大人物把手一挥 一股图像出现在空中 上面显现出了 方寒在天界大军之中 神出鬼没地斩杀着无数神仙 一尊尊的天界大统领 在他手上陨落 成为他的力量源泉 方寒 四尊高手 力量极强 现在个个都想和方寒决一死战 时间是心灵不见的碎片 本来没有概念 大人物突然到 把手一挥 一个光照 照住了四人 你们刚刚晋升玄仙 法则不稳 不过我催动无上仙术 你们在其中修行十个刹那 就是一百万年 参悟玄妙 再出来击杀方寒 在这过程中 我传授你们无上大道 第981章 全面 上 大人物使用了近乎于 自然造化的手段 仅仅在十个刹那之间 就修行了百万年 参悟玄妙 他更是给四个得到 仙府传承的天才 打入了大道的烙印 对于玄仙法则的运转 甚至一些大罗真义的玄傲道理 许许多多的上古功法 来自天界的杀招 也都传授给了四人 四人的脸上 显现出了明目的神光 他们的身体 凭空悬浮 法力流动和道运结合在一起 没有丝毫烟火之气 妙之又妙 玄之又玄 一些灰黑色的杂质 从毛孔之中流淌出来 整个人的身体 和方寒的无暇之身 有一些相似 这四人 战力再次得到极大的提升 苦修百万年的岁月 再加上大人物的传授功法 机缘身后 随意一震荡身体 都可以散发出 震天汉地的爆发力来 他们得到的仙服 和身体完全融合 每一个人 此时此刻的战斗力 都超越了一般的玄仙 是玄仙中的天才 佼佼者 龙吟虎啸 风云变色 四大天才一冲而出 身上的气息收敛 就好像普通人一般 但是却有一种语道和真的气息 去吧 灭沙方寒 你们便可以得到天大功劳 以你们现在的实力 立下这功劳之后 飞升天界 就有一个掌握亿万仙人生死 大权在握的位置等着你们 大人物把手一挥 四大天才立刻就飞了出去 杀入天界大军之中 随后 这大人物并没有出手 而是身躯一动 手掌连连画着圆圈 空中就出现了许多人的影子 最后定格在了两个女人的影子上 其中一个女人 满头白发 三千丈飘扬脑厚 若隐若现 周围簇拥着无数的神帝 各大神族部落的高手 正是天飞乌魔 而另外一个女子 一身白衣 坐在城池中央 那城池古老 有历史斑驳的气息 悬浮在一片神秘的时空中 不停地闪烁跳跃 速度无比地快 没有人能够捕捉得到 一股来自于洪荒初开的 古老雷霆气息 是催动着城池跳跃的 本源力量 突然之间 这个女子好像是察觉到了 有盖世人物在看着她 身躯一阵 一股命运的气息 从虚空中席卷而来 把她整个身体都淹没 她连同那古老雷城 都淹没在其中 不见踪影 命运的气息 大人物皱了皱眉头 突然伸手一抓 抓向了另外一个 满头白发三千丈的 天飞乌魔 似乎是在遥空进行着攻击 砰砰砰 砰 这大人物一出手 那镜像之中 天飞乌魔身边的 诸多神帝都突然炸开 无声无息 被无形的力量所侵蚀 镜像之中的天飞乌魔 脸色一寒 突然指尖连连弹动 发出了神光 居然也穿透过遥远的时空 到达大人物的面前 大人物面无表情 凌空一截 就把神光打灭 然后当空就是一阵 把镜像给震得裂开 镜像在毁灭的时候 几根白发 从虚空中飘落了出来 被大人物揭在手里 随意一搓 就化为了飞灰 天飞乌魔 你是神族之中 第三位圣王的雏形 天界 绝对不允许神族之中 出现第三位圣王 所以你必须毁灭 大人物冷冷地道 他似乎是某种规则的化身 是吗 我就看你怎么毁灭我 这些天界派了你降临下来 是一个错误 虚空中 居然隐隐约约 传递来了天飞乌魔的声音 你一降临下来 就走错了一步棋 就是去派那四个废物 去对付方寒 其实 你应该自己亲自出手 这等小妻子 还用得我亲自出手吗 大人物道 四个得到了仙府的天才 足够可以收拾方寒 你又怎么知道 我传授了他们 什么无伤大道 斩杀你 擎拿殿母天军的转世之身 才是我的最终目的 你以为 我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族子分信 这四个得到了仙府的天才 本来就是我们仙界的棋子 专门用来对付方寒的 他们的身后 也有高手在照应 天飞乌魔 我炼化了无极大世界本身作为分身 可以在这世俗之中 发挥出无与伦比的力量 而你们神族受制于天界规则 不能够发挥出真正的实力 只能够任凭我来屠杀 那就拭目以待吧 天飞乌魔的声音 突然消失 然后 在玄黄大世界 到无极大世界的辽阔新路上 无数强大的神族 又跨越遥远国度和时空降临 神节之水压迫出来 玄黄大世界的本源被再次压制 整个大世界居然开始浓缩 大人物脸色一变 知道神族加大了 炼化玄黄大世界的速度 如果一旦炼化 然后展开祭祀 那天界就会被打开窟窿 金碧戏被冲破 规则毁灭 这次 他下界的任务 也就算失败了 以后天界和虚神界 就会展开延绵不绝的战争 甚至天界要动用极大的力量 以补苍天 那样一来 后果极其严重 这大人物也忍受不住 眼神凝视 突然之间 天界的大军降临的速度 比刚才足足快了十倍都不值 而他的金光向外扩藏 一只差不多有半个 无极大世界大小的金色大手 降临了玄黄大世界的顶端 向上一抓 无穷的神节之水被抓了起来 他在阻止神族炼化 嗯 天界降临下来的大人物出手了 在天界大军之中厮杀的方寒 虽然在寻找神仙击杀 补权33天至宝 但却并没有大规模的杀戮 他其实一直在小心翼翼 怕引起天界大人物的出手 他早就准备好了 只要一有风吹草动 立刻离开 就算那天界 大人物出手 他自持在33天世界核心深处 有三具玄仙尸体 还有半部金仙大能的尸骸 利用起来 未必不能够抵挡一下 让自己逃走 虽然那半部金仙大能的尸骸 威力无穷无尽 以方寒现在的实力 都不能够炼化 但是他接连炼制成了偷天爪 到天梯 晴天住几件宝贝之后 实力越来越强横 对于这半部金仙大能的尸骸 有了一种洞察力和控制力 只是不表现出来而已 只要在把崩天刃震天锤 这两间力量之宝炼制成功之后 再度蜕变 他炼化 这具半部金仙 尸骸大能的机会 就大了很多 一旦炼化 三十三天至宝 有可能全部化为仙气 而自身也可能在蜕变的过程中 化为玄仙 半部金仙大能的尸骸 其中蕴含的力量 只怕是可以抵挡的 上千百头神仙都不止 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大罗妙用 金仙含义 再多的神仙也无法比拟 碰 一头神仙被方寒打得四分五裂 精气被吸收 震天锤旋转 有了蜕变的征兆 再这样下去 只要击杀四五头神仙 这件力量型的法宝 也会最终变化为仙气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看见了那片金光之中 大手飞出 直奔玄黄大世界 把无数神节之水蒸发 立刻就知道 是那天界的大人物 怕神族炼化了玄黄大世界 惹出大祸 他心中立刻大喜 神族和天界相互牵制 我夹杂在其中 就可以浑水摸鱼 提升力量 那尊大人物 要掌握全局 对抗神族 无暇顾忌他这个小人物 正可以从中取得一线生机 获得无穷好处 嗯 方寒再次变化身形 就看到了远处天界大军在骚动 无数的大军再次降临下来 一尊尊的神仙 在大军之中降临下来 这在方寒的眼里 就等于是 一块块的肥肉 可口无比 他身躯一动 刷的一下 飞了过去 身体再度潜伏追踪 准备暗杀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四股旋直右旋的气息产生了 居然交织成了四项大阵 一阵之间 把他的身体 从潜伏之中震了出来 噼里啪啦 一阵乱响 他的大前浮术 居然被破掉 随后四尊强横无比的人影 团团围困住了他 得到了四大仙府的天才人物 受到仙界大人物的指使 最终降临 来击杀方寒 方寒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 灾难圣人降临了下来 万界道门来朝 天界大军 援援不断降临 你居然敢在虎口拔牙 太岁头上动土 灾难圣人命 我们四人前来 把你情杀 你是乖乖地束手就擒 还是和我们搏杀 死于非命 那得到了菩提仙府的宋远山道 在下礼业 我是王宇坤 钟振阳 另外三人同时道 梅宇之间不可一世 方寒 说到底 你能够走到今天一步 实在是令得我们佩服 你一个小人物 起于曹芒匹夫之间 居然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天之骄子 修成神仙 战力到现在 实在是佩服至极 不过 你也就只能够走到今天了 不错 今天我们四人秉承仙界意志 来擒杀你 这就是你的穷途末路 废话少说了 镇压了他再说 天大功劳 就在眼前 杀 四大高手 同时占据了四个方位 对方寒进行攻击 方寒战力当场 闻思不动 眼神一扫 宋远山 李懿 王宇坤 钟振阳 喊出了四人的名字 四人的心中 立刻遭遇一阵 好像是遭遇到大锤敲击一般 这是汉天神意 小心 宋远山一惊 立刻运起了菩提真言 一鼓鼓的声音传递了出去 化解方寒的震荡 方寒身体刷的一动 对四大天才高手 展开了搏杀 第982章 全灭 钟 方寒现在对于 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运用的巧妙 到达巅峰毫厘的地步 随意移动 就可以在无影无形之中 攻击敌人 他一下叫出了四人的名字 暗中蕴含了汉天神音 是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一尊中型的法宝 响彻出来的 正是汉天忠 这汉天忠 和八部浮屠至宝中的 陈忠有一些相似 不过却猛烈霸道了许多 两两结合 更是有一种天然的圆润 和极其锋利的杀手 不过四大高手 分别得到了仙府传承 十个刹那苦修百万年 得到了大人物传授大道 非同小可 个个都稳固了玄仙法则 更能够发挥出最强力量 稍微一震 就把方寒的音波攻击给化解 同时对方寒展开围杀 剑气纵横 刀气切割 枪镜洞穿 挤镜霸道 四人用的兵器 分别是刀枪剑戟 每一人手中的兵器 都是旷式仙器 从仙府之中 得到的镇府之宝 经过了百万年的苦修 四人已经把自身的园灵 和仙器结合 紧密不能够分割 威力也极其的巨大 震荡之间 散发出迷你杀伐之音 而且他们的身体 逐渐模糊起来 变成了一张张的图画 每一张图画 都显现出了 大道天界规则的纹理 四人组合起来 形成了一方小小的天界规则 完全笼罩方寒 方寒的杀招攻击 击打在了四人所化的阵图中 全部都土崩瓦解 竟然对四人造成不了伤害 这四人化身成的图画 拥有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力量 四人一下组合 发挥出的力量 绝对不是四尊玄仙联手这么简单 而是个个都发挥出了数倍的战力 方寒 我们联手 还击杀不了你吗 你现在的境界 比我们第一个等级 一个神仙 一个玄仙 天壤之别 而且 我们这是灾难圣人 传授给我们的合机之法 天鬼秘术 每一人化身的图画 都是天之轨迹 相互融合 战斗力增强三五倍 你能够抵挡 宋远山的身体 完全化成了图画 上面条条轨迹 仙界的轨迹 显现在上面 化为虚空线条 布置大阵 每一道虚空线条 都是由千百道大纤术凝炼而成 想一想 一千条大纤术 用无上法力 凝炼成线条 化为天之轨迹 这是何等的凶残 何等的法力 同样是一千道大纤术 暴雨一般地降落下来的力量 和完全凝炼 化为天之轨迹的威力 那是截然不同 噗哧 天鬼秘术 这些线条切割而来的时候 方寒的裁决七世 都被切割得支离破碎 刚刚打出的灵魂凯歌 居然被中途切断 就好像一尊逆天勇士 刚刚奏响了逆天神曲 但是却被直接掐住了脖子 声音窒息 方寒 全是天鬼秘术 你要小心 当日 黄泉大地飞升的时候 天界之中 就降落下了无数的天之轨迹 是大人物施展天鬼秘术 炎狂吼起来 现在方寒的身边 空空荡荡 就是炎翼人 至于龙道人 木道人等八部浮屠的气灵 在八部浮屠晋升为仙气的一刻 似乎成为了一种奇妙的状态 既是气灵 又不是气灵 归于先天 蕴藏生机 结成了先天圆胎 天鬼秘术 也奈何不了我 方寒心中推算 神通一级凝聚 施展出了偷天之爪 当空一射 无数接引之力 从身体中薄发而出 顿时就把四人身体之中的 玄仙法则 引得蠢蠢欲动 四人吓了一跳 不好 怎么回事 怎么我还是能够感受得到 仙界的接引之力 宋远山化身成的 天鬼秘术图画一下溃散 他竭力地压制住 自己体内的玄仙法则 一道玄仙境界 法则蠢蠢欲动 也忍不住心惊肉跳 现在 他们可不愿意破空飞上 不要紧 这是他窃取了造化 可以运用一些接引之力 我们只要紧紧守护住 就不可能撼动本源 毕竟他还不是天 李懿陡然道 他化身成为的天鬼秘图 却并没有崩溃 显现出了沉稳的实力 不过 宋远山一人崩溃 天鬼秘术大阵 一下出现了缺陷 这就给了方寒最好的机会 方寒这等人物 现在的恐怖 已经不能够用言语来形容 一下围困失败 立刻就等于是虎四处于霞 想重组天鬼秘术大阵 迟了 方寒突然一掌 打出了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最为灵力的杀招 至天圣法 对着宋远山 就是致命一击 宋远山得到菩提仙府的时候 对自己嚣张猖狂过 却被自己击败 差点死亡 心中对于自己有了阴影 所以 方寒一击必杀 针对弱点 暴风咒雨一般地 展开绝杀之道 三十三天至宝一尊尊的变化为仙气 那造化神拳的威力 就一倍倍地增大 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威力最大的一尊法宝 叫做至天门 就是一尊门户 类似于永生之门 似乎是传说之中 造化先王观看永生之门后 按照自己的大道塑造出来的 那门户虚眼 永远也不打开 但是却给人进入探索的机会 没有把人拒之于门外 至 是至高的意思 这尊至天门 是所有宝贝之中 最强大 最为神秘的一件 其中也蕴含了 至天圣法武学的最高奥秘 同时 这尊门户 掌握其余的全部至宝 所有的宝贝 都以他为中心 元气受他的掌控和调节 当然 其他的至宝强大了 他也会跟着强大起来 所有的宝贝 晋升为仙气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蜕变的一部分力量 灌注进入这只天门之中 好像是最为中心的臣子 在供奉自己的君王 方寒一施展出至天圣法 至天门一动 王者怒 浮尸百万 所有的三十三天至宝 全部都狂暴了 同时转动 力量集中于一点 翻腾咆哮 玄仙都为之侧目 速速闪避 方寒的至天圣法 刚刚运了起来 那股至高天地 苍穹无敌的气息 就震撼全场 李懿 王宇坤等人 个个都大惊失色 知道这一击 根本不可能抗衡 万般变化 唯独有闪避一条路 他们竭力地向后飞跃 宋远山 则是突然一口元气喷射出来 运用起了自己的玄仙法则 狂吼之间 以命换命 菩提二心 古佛入面 替我死生 他的背后 出现了一尊菩提古佛的真行 挡在了他的身体面前 完全掩盖住了他的形体 这是他得到菩提先斧炼化之后 最强的手段之一 可以画出菩提古佛 代替他去死 从而获得第二生命 也唯独这样 才能够抵挡得住方寒的 至天圣法一击杀 吃了 吃了 方寒至天圣法一击而来 那菩提古佛 甚至连身影了一下都没有 就被直接撕裂 心痛的后面的宋远山 发出尖锐长笑 他的造化神拳 已经被我破去 元气阶级不上来 我们再度布置天鬼大阵 画出天痕 击杀他 不能够让他逃走了 宋远山的声音 急促而愤恨 他的形体充满怒火 方寒毁灭了菩提古佛 就等于是 毁灭了他的第二生命 他开始拼命了 面容扭曲 要不惜代价地斩杀方寒 但是 就在他尖锐咆哮 拼命之间 声音突然中断了 因为 一点紫色黑 如凝固了的鲜血式的天原之点 从他的眉心洞穿了过去 刹那之间 他就感觉到身体麻木 所有感官全部都消失 对于自身的法则 元气 甚至是精神都失去了掌控能力 整个人被彻底麻痹 这是临死之时的征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我怎么会这样 他的心灵 不甘心地大吼 身体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 眼神恐惧 而又迷茫 让我来告诉你 你中了我的天原一击 我杀了无数天界大军 无数天仙 圣计地来的力量 化为天原一点 击杀了你 你现在已经死了 我曾经说过 你得到了菩提仙福 不过是昙花一现 始终是我的垫脚石 现在你的身体 体内的法则 都要被我炼化 成为我三十三天 质保近生的养料 方寒的声音 风一般地掠过了他的身体 他只看见了方寒 从远处走来 如行走在虚空中的神殴 走过他的身躯 随手一抓 他自己的脑袋 就彻底崩溃 全身化为了一团血物 方寒这一抓 轻松而从容 就好像是从茶罐之中 抓起茶叶一般 没有丝毫烟火之气 清新淡雅 从虚空中行走而来 带来无穷无尽的 优雅之旋律 身后留下的 却是血染的心路 在宋远山最后死亡的一刻 他的脑袋中 就剩下这样一个念头 方寒就这样从容不迫 潇洒自在地带走了他的生命 他临死之前都不相信 自己居然会死 不过 他的死亡 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 而完全掌握在方寒的手掌上 天元一击 带走了宋远山的生命 方寒飘然而来 宋远山的整个身体 还有在菩提仙府之中 得到的一切 全部都融入了他的体内 玄仙法则 还有仙气 冲击着三十三天至宝 轰隆 方寒的身体之中 出现了一个漩涡 是彻底蜕变的意向 第983章 全面 下 宋远山是一尊玄仙 不折不扣的玄仙 而且 他是得到了菩提仙府的天才 大气运的拥有者 仙府和身体融合为一 不是一般的玄仙 能够媲美得了的 现在被方寒天元一击杀死 所有的精血元气 包括菩提仙府庞大的积蓄 都被纳入体内 产生的力量 足可以使得三十三天至宝 都大量催化 首先催化的是震天锤 这巨大的力量之锤 全身一震 飞腾起来 从方寒全身雪窍之中冲出 立刻苍穹都为之震动 四级都不再安分起来 方寒的神念静止不动 对这一切的变化 都熟视无睹 只是把三十三天的奥义 存在心中 不停地酝酿 他的目光看至天门 就发现了震天锤 蜕变成仙气的一刻 那至天门的 似乎是再度打开了一些 自己的三十三天造化神拳 多了一股五道精髓 在其中更加地圆满 宋远山的精气 还有玄仙法则 并不止于此 把震天锤变化为仙气之后 突然一下 又把一枚奇形怪状 四刀飞刀 四剑飞剑的冰刃 给蜕变成了仙气 这也是一件 力量型的法宝 叫做崩天刃 一刃划出 天崩地裂 空间裂痕 形成了无数阵法图形 切割天地 造化众神秀 阴阳割昏晓 方寒长笑一声 这两件宝贝 炼化而成之后 造化神拳的力量 更为威猛 而那宋远山的精气 还没有炼化完毕 一尊玄仙 尤其是得到了仙服宝库 完完整整的玄仙 蕴含的法则多么强横 起码相当于 上百头神仙的总和都不止 无天伞 无法无天 方寒把宋远山最后的精气 一下冲入了一件 散形质宝中 这散形法宝 开始是低溜溜旋转 并没有撑开 似乎是没有什么力量 把它撑开一样 但是现在宋远山的精气 冲入其中 刷 整个散形质宝打开 无数的滑盖云气 冲天而上 霞光万道 锐气千条 道道都狂涌出了一股 藐视一切 无法无天的经文 这散形质宝 一撑起来之后 有类似于五帝华盖 但是却比五帝华盖 要精妙了百倍都不止 上面凝聚成了 四个古老的天界文字 霸气 张狂 这四个字 就是无法无天 这件法宝 似乎能够抵御一切攻击 而且藐视一切规则 天上地下 为我纵横 飞扬跋扈 我为英雄 一散撑起 无法无天 比起先前的震天锤 崩天刃 这无天散需要的仙道法则 和精气明显的多得多 不容易炼制成功 宋远山最后的庞大精气 冲入了其中 都无法使得它 蜕变成为仙气 不过方寒一举 炼成了震天锤崩天刃 也是收获不小 这两件包括先前的擎天柱 都是力量型法宝 一下淬炼成功 化为力量 方寒的造化神拳力量 更为精妙 稍微一阵之间 身体拔高 力量从狂暴转为优雅 正如宋远山 在临死的最后一刻 形容方寒的模样 气质 从虚空而来的不灭神殴 带着优雅的旋律 带来血染的心路 不好 宋远山居然被杀死了 灾难圣人不是说 我们足够可以灭上方寒吗 化身天鬼秘书 发出天道诡计 不知夏天之裂痕 足可以困杀方寒 但是现在 为什么宋远山瞬间就被灭了 难道灾难圣人计算有错误 速速后退 我们不是方寒的对手 此人顺杀宋远山 太过恐怖了 我们的天鬼秘书已经不全 只有后退 保护住自己的性命再说 他以神仙境界 居然瞬间杀死玄仙 我们已经不能够理解 他的实力到底有多强横 现在只有灾难圣人 才能够亲手杀死他 走 剩下的李翼王与昆中镇阳 三位大气韵的拥有者 纷纷知道不妙 就要顿走 他们已经被方寒 瞬间杀死宋远山的手段 吓破了胆子 但是 方寒现在一击杀死宋远山 吸收了他的力量 自己更加水涨船高 已经没有人能够逃脱得了他的斩杀了 他看见剩下的三人就要逃走 当空一阵 四面八方 全部都被一股屏障给围绕住 无数诸神发出了阻拦的声音 诸神的屏障 三人一阵 知道方寒施展出了什么倒数 个个立刻又化身为了天鬼图画 要脱身出去 打破屏障 但是方寒神色自如 丝毫不怕他们逃跑 一切竟在掌握之中 慢慢行走 大了眼睛 眼神之中流露出凶神恶煞 拼命一击的灵力 双手打出了道道天鬼 同时得到的都罗仙斧神通施展了出来 手上一口仙气长刀 震荡爆炸 燃烧出熊熊仙道火焰 接近大罗 斩杀向方寒前进的轨迹 方寒更加的从容不迫 眉宇之间 没有敌人 没有元气 没有星空 没有虚空 更没有自我 他一只手伸出 缓慢而高贵 似乎是领悟终结之道 灵个刹那的真意 那手掌白皙 焕发出光泽 掌握着世间最为可怕的力量 直接就抓在了那仙气长刀之上 当 仙气长刀 寸寸裂开 方寒手刀一抹 血光飞射 星空再次染血 王宇坤这个 得到了都罗仙斧的传人 大气韵拥有者 再次被方寒夺走了气韵 好大一颗头颅凭空飞起 嘴巴都发不出一个字来 他的身体 虽然失去了头颅 但却依旧向后弹射 想要穿梭虚空逃走 但是被方寒接下来 手掌轻轻一抓 连人带头都找了回来 在一团风暴之中 分解成碎片 智天之门 解脱玄线 超度亡灵 话于我身 方寒常常叹息 把王宇坤的所有精气 玄线法则都打入了吴天伞中 无法吴天 无法吴天 无数古老的仙人 超越规则的声音 从吴天伞上传递了过来 那伞上面 有一道道金光机设 四面崩裂 再次撑开 在方寒的头顶上 化为了散盖沁云 霸道飞扬跋扈之气 雄伟壮阔 气吞星空 方寒一手抓住伞柄 单手持住 任何攻击对于他来说 没有了效果 任何法宝规则对于他来说 都是无事 无法吴天 那王宇坤的精气法则 渗透进入吴天伞中 变化为仙气 还有一部分 冲入了另外一尊大鼎中 这大鼎 叫做吞天鼎 有吞噬元气 土故纳心之妙用 一旦炼成 有吞吐仙界元气的巨大妙用 这一尊大鼎 在最后的冲击下 也居然变化 成为了仙气 不过 王坤宇的精气 也就使得两剑至宝 蜕变成功 一尊玄仙高手 加上得到的仙府之力 现在仅仅只能够使得 两大法宝 变化为仙气了 三十三天至宝 越往后面 越难炼制 不过 方寒现在是完全沉醉 在了力量的提升之中 他感觉自己举手投足之间 都已经和造化合二为一 随意动 茫茫大力从天而降 加持其身 没有任何的阻碍 自己真的无法无天 宋远山 王宇昆死 剩下两大天才 大气运的拥有者 李毅 钟振阳 再也没有任何的机会 甚至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了 本来 四人联手都杀不了方寒 现在方寒吸收了两人 连续炼制成三十三天至宝 力量飞速狂涨 剩下的两人 自然不是对手 不会啊 灾难圣人说过 我们可以击杀方寒呢 我们是大气运的拥有者 李毅的背后 圣者先斧显现了出来 想要竭力抗拒方寒 甚至他想直接飞升天剑 但是 这都已经变得不可能 希望都没有 方寒的大手镇压下来 造化神拳四面拥挤 圣者先斧一下粉碎 他的身体也成为了一团大饼 血肉模糊 完全铺开 骨肉为泥 方寒龙形虎步 无法无天 并不理会打成肉饼的李毅 任凭他挣扎 也不怕他重生凝聚 再度恢复战斗力 而是转身就是一拳 正中最后一尊 得到了破军先斧传承的 钟镇阳身上 这钟镇阳 全身立刻爆炸 胸膛塌陷 化为血水 竟然是一拳 都抵挡不住 方寒此时的胸威 一拳一脚 都可以击毙玄仙 造化神拳此时此刻 才算是显现出了真正的威力 远远超越了裁决七十之上 你们四人 都是要死在我手 你们的气运 终将被我掠夺 我的话 从来没有说错过 方寒眉宇之间 一片自信 强大的自信 身体稍微一震 无数漩涡 就把两人的血肉吸了起来 任凭两人如何豪哭 如何挣扎 都没有任何用处 最后 两人没入了方寒的身体中 被吸食一空 甚至是两人的兵器 一枪一挤 这从仙府之中得到的绝代仙气 也被一起吸收 霸天枪 虚天钩 王天弓 破天剑 给我蜕变 方寒突然一下 刹那万年 就把两大高手的所有精气法则 全部消化 一杆神枪 一柄神钩 一张漆黑 可以灭亡苍穹的神弓 一只犀利的长剑 先后化成了仙气 那智天门 得到了这些宝贝的反馈 敞开得更加大了一些 四大高手 天才 气运拥有者 至此全灭 所有仙府传承 都便宜了方寒 也就是 这些仙府的最终传承者 其实是方寒一人 第984章 大人物的愤怒 方寒这次 斩杀四大气运拥有者 非常快速 砍瓜切菜一般 四大高手 得到了仙府传承的人 居然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 这一方面 使他积蓄雄魂 一路走来 奇遇连连 凶狠掠夺 万法皈依 存于心中的手段 还有一方面 这神族大劫 的确是他的气数到来 运气连连 当然 造化神权的威力 渐渐显现出来 大不可量 每一击都携带 先知王者的风范 四人完全被压制 无法喘息 所以最终陨落 全部都便宜了方寒 至此 三十三天质宝 一下练成了多剑 镇天锤 崩天刃 无天散 吞天顶 霸天枪 须天钩 王天宫 破天剑 加上先前的周天怡 容天拙 残天图 画天甲 通天桥 镇天环 封天锁 偷天爪 倒天梯 擎天柱 一共凝聚成了十八件宝贝 差不多是一大半质宝 都化为了先情 不过 最后一些质宝 也是最难演化的 环环相扣 一天连接一天 比八部浮屠 精密复杂千百倍 接下来要全部化为先气 是一件繁琐 而又艰难的过程 不过想一想 能够全部化为先气之后的威力 方寒也就满怀希望 全部化为先气之后 不但可以使得自己境界提升 进入先界更加稳妥 不被规则发现 而且在先界更能够大展拳脚 不是一个小人物 昊天神帝 天界大军之中 四尊厉害的人物陨落了 啊 那四尊厉害的人物 四大仙府传承的人 气韵绵密 永不凋谢 怎么一下就陨落了 是谁杀死了他们 是我们挪一进天界大军之中的方寒 他最终杀死了四尊厉害人物 而且都被他炼化了 他的实力再度增长 好强烈的气血 现在没有人奈何得了他 恐怕天界的大人物 那灾难天军的儿子 要出手镇压了 神界大军之中 许许多多的神帝 陆续出现 一些虚仙神帝 也都拥挤在一起 泼洒诸神的祝福神光 同时远远观看 无极大世界那边的气韵 无极大世界 现在虽然已经融化 成了无穷的金光 不过是高手的话 依旧可以观察到那边的气息情况 一些绝顶高手 气息浓烈 直冲天际 和苍穹接轨 生生不息 其中 当宋远山 李懿等四人悬仙大成 追杀方寒的那一刻 元气金芒冲销 亮光逼人 几乎是在无数个时空 遥远的国度之中 都可以看到不可思议的雄伟力量 但是下一刻 就仅仅是过了数十个呼吸 四道金芒先后熄灭 全部失去了生机 显然是被人接二连三地杀死 诸多神族神帝 都是大惊失色 他们也没有料到 方寒凶猛到了这等程度 他的三十三天至宝 每杀一尊神仙 都会得到极大弊夷 现在一连杀死了四尊玄仙 而且是得到了 仙府传承的大气韵者 会成长到什么地步 防守 防守 严密防守 禀报我们神族议会元老院 警方这人厮杀过来 冲入我神族大军中 只怕死伤惨重 对 严加戒备 千万不能让他冲过来啊 神族之中 人心惶惶 此时的方寒 已经成为了洪水猛兽 一个夺命的死神 收割生命的太古明王 大事不妙 那四大天才 绝世英才 居然陨落了 都是被方寒杀死的 方寒现在 在屠杀天界大军 他已经封魔了 神族也杀 天界大军也杀 神州门的绝世天才 一下损失了两个 所有的仙府传承 都归了方寒 此人已经不可阻挡了 仙道门派的诸多人物 也大吃一惊 尤其是神州门之中的一些元老 如玄仙高手级别的龙须尊者 都痛心疾首 差点元气暴走 走火入魔 神州门堪称神秘门派 古老而有极强实力 门派之中 各个弟子都是绝世天才 拥有大器运的人 以前的混沌之子 现在的礼仪 王宇坤都是如此 不过全部都败在了方寒的手上 伤得伤死的死 天王大事件 中央大事件 风神大事件 诸多高手 都看得目瞪口呆 好像一头冰雪水 从头浇到脚 身体发毛 毛骨悚然 生怕方寒一下杀了进来 人人自危 方寒这种强者 连四尊超强悬仙联手 都瞬间杀死 砍瓜切菜 那还有什么人 能够抵挡得住他 除非是传说中的精仙大能 不过精仙大能 不会出现在世俗之中 一些古老的门派中 虽然传说有精仙高手 但谁都没有见过 是一代代流传下来的 都是吹牛 增加门派的底蕴而已 至少 现在就算是神州门 也无法请出精仙来 甚至连半部精仙的大能 都没有 悬仙高手倒是不少 但在方寒的手里 不过是宋菜而已 灾难圣人 请速速出手 灭杀方寒 在中央大世界躲藏的天界使者 狂吼咆哮起来 对着金光之中磕头 他已经吓得魂不附体 知道方寒如果冲杀了进来 首先杀的恐怕就是他 请圣人出手 灭杀方寒 各个远古道门 大势力都开始骚动起来 与此同时 那尊天界大人物 金光核心深处 突然传递出来了 天妃乌魔的声音 哥哥 哥哥 灾难天君的儿子 看来你的推算能力不行 以为能够杀死方寒 却没有料到 此子拥有无限潜力 居然把你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 四尊天才人物 都一一击杀 掠夺了他们的气域 现在就要 杀入你的天界大军中 然后逐一晋升 提升境界 一旦让他晋升到达玄仙 那就真的无法把他杀死 你的锁化计划 也会泡汤 你回到天界 也会被人耻笑和责罚 我就看看你 到底有什么手段 挽回败局 放肆 这尊天界大人物 突然一声怒吼 整个人从金光之中站立起来 天妃乌魔 你永远也不知道 天界的力量 有多么恐怖和强大 也不知道我的算计 有多么深远 你以为 我传授天鬼秘术 给那四人 真的是让他们击杀方寒 你错了 我正是让他们去给方寒送死 让方寒好好地炼化 三十三天至宝 气运到达最为浓烈的时候 他的气运就会盛极而衰 我再出手将其击杀 就不会有任何变数了 天界大人物 一头金色的长发 在脑袋后面飞扬 全身掌控一切 这是绝对的掌控 无极无量 一个大世界的所有力量纳入身体 随意一挥 无穷时空 心路都为之崩溃 可以从世俗之中 一拳打到天界 毁灭无数存在 这就是天界大人物的力量 我将亲自出手 击杀次子 生情垫母天君 击溃神族 在天界之中 遗留下永恒不灭的威名 成就天君的威名 神族破灭 须神界最终会降临下灾难 在他站立起来的一瞬间 整个世俗三千大千世界 各个星域 无数异度空间 都似乎震荡了一下 然后那神族大军之中 无数的黑云开始狂涌 灾难之气弥漫 随后无数的雷霆 闪电 仙界秘术 天之裂痕 天之诡计 天之愤怒 都出现在了其中 大片大片的神族被杀死 连天仙级别的神帝都 不能幸免 与此同时 这大人物一掌遥空 击杀向了天妃乌魔 眼神却看向了 刚刚击杀四大天才 还在努力酝酿神通的方寒 不好 方寒彻彻底底地 消化了四尊天才的所有精气 甚至是他们的灵魂记忆 种种神通 连大人物传授给他们的 天鬼秘术 都被他学会 融入本身的小宿命术中 法力境界都再次有了质的飞跃 不过 那玄之右玄的玄仙境界 还是没有能够晋升 因为踏出那一步 需要的力量实在是太大 方寒消化之后 正要再斩杀一些 古老道门中的玄仙高手 还有神仙 杀得个血流成河在逃走 但是心中突然之间 紧照连连 周天一疯狂地运转 上面都出现了烟雾 而天命球 则是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嗡 方寒的耳朵一震 全身都好像遭遇地震一般的颠簸起来 心神摇曳 刚气似乎要脱体飞出 这是他自从修行以来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事情 这是极度的危险 生命都遭遇到了险恶的绝杀 以他现在的修为 没有人能够威胁到他的生命 但是那天界大人物一站立起来的时候 方寒的未来就一片黑暗 似乎生机已经断绝 天命球 残天图周天一 都推算不出方寒以后的道路了 生机被压迫 未来之路已经被凌空斩断 前途一片黑暗 死亡即将来临 一道强烈金光 直接洞窗而来 天地之间 全部都变化 成了纯金之色 这是真正的大罗金仙出手了 超越了方寒 不知道多少个修为年月的仙界大人物 忍不住对他施展出了绝杀手段 没有人可以杀我 也没有人可以斩断我的未来 我要以绝世神通 断续接天之路 方寒感觉到金光暴摄之间 所有的时空全部被封死 那自由之意咔嚓一下 断裂 世间自在王府的浮光芒 也被压制了下去 他竟然无法挪一走 第九八五章 疯狂追逐 天界的大人物终于出手 对付方寒 这尊大人物的实力 谁也无法断策 就算现在方寒修为再高 也无法抵挡 尽管他事先防备了又防备 准备了千条计谋来应付 见识不妙 逃之夭夭 但是当大人物一出手 他就知道 事情坏了 对方的实力 自己仍旧没有推算准确 那化仙圣光潮水一般的汹涌而来 四面八方滚滚而入 每一丝金光的杀伤力 都堪比悬仙高手 爆发生命的一击 此时此刻 他等于是 遭遇到无穷无尽的悬仙高手 暴风骤雨真一般的攻击 根本无法脱身 也无法挪一空间逃走 动弹都动弹不了 天界大人物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就是必杀 等级和实力相差 实在是太大 这就是真正的金纤威呢 方寒 速速运用轮回之盘 抵挡化 先胜光 幸亏 你把你本命世界 八部浮屠三十三天 世界中的人都送走了 交给玲珑仙尊 否则的话 这一击 里面的人全部都要死 天仙也不能够幸免啊 方寒 快点救我 言此时此刻 躲藏在三十三天世界的最深处 但是 大量的化仙圣光涌了进来 空间一处处地被破坏 八部浮屠之中 奔涌的地水火风都开始镇压 化为乌有 方寒的身体动弹不得 只能够 让这些化仙圣光入侵 不过 他的智慧在拼命旋转 当空一阵 三十三天至宝运转起来 发出了造化之力 拼命瓦解圣光 与此同时 他突然一击 意念之中打出了诸天轮回的绝招 轮回之盘旋转 爆发出了轮回之力 那轮回到人的 虚影再度出现 发出名神之唱 把那些化仙圣光给抵挡住 不过化仙圣光实在是太多 根本无法全部消灭 这些圣光 就好像是神节之水一般 炼化玄黄大事件 现在是在炼化方寒的身体 还有他的八部浮屠和三十三天至宝 这还仅仅是 对方一个眼神的威力 那天界的大人物 没有施展全部力量 就是一个眼神 就把方寒给彻彻底底的击溃 使得他处于了崩溃的边缘 这才是真正的金仙威呢 无可抗拒的力量 方寒以前 可以跨越两个境界进行挑战 但是现在 他就算是修成了玄仙 也不可能和这种金仙大能抗衡 照样要被击杀 我是不可能被炼化杀死的 方寒的意念狂吼突破极限 平时的潜力全部都爆发出来 所有的智慧化为了圣剑 是智慧之剑 一剑斩杀出去 在自己脑海中就破除了滞骨 全身已经能够动弹 他深深地庆幸自己未雨绸缪 把星云宝宝这些人全部都送走了 否则的话 现在生灵要全部杀死 铁蟹门四位前辈 你们难道就没有计算到现在这一幕吗 化仙圣光涌入了三十三天世界 要把你们的骸骨也一起毁灭了 你们现在给我出手 在冥冥之中求得一线生计 方寒身体能够动弹 突然一拳轰击在了自己胸膛口 浩瀚的力量直接涌入了三十三天世界 三十三天至宝竭力运转着 要把那些化仙圣光都驱逐出身体 但是化仙圣光是何等的凶猛 遍布了方寒身体每一个角落 炼化一座又一座的仙阵 连八部浮屠本体仙气都有一种要融化的趋势 甚至连世界之术都有可能要枯萎 端坐在三十三天世界核心最深处的 那半部惊仙大能的骸骨 现在也受到了波及 铁血战骑被那化仙圣光稍微一旋转 立刻就开始腐蚀 而另外的三尊玄仙骸骨 上面发出了丝丝青烟 他们猛地站立了起来 要把化仙圣光也驱逐出去 但是化仙圣光根本不是 玄仙能够媲美得了的 圣光转眼之间 也把他们的身体全部都腐蚀 他们的骸骨化为了精气 要被化仙神光吸走 轰隆 就在这时 方寒以无上意念 沟通了那半部惊仙大能的骸骨 这尊骸骨突然一下站立了起来 全身大罗蒸火 熊熊燃烧 滚滚意念 积射而出 它周身一阵 骨骼哗啦哗啦作响 一股强烈的铁血神光 席卷宇宙 居然把化仙圣光 逼迫得寸寸后退 好 不愧是半部惊仙大能的骸骨 在最后的关头 助我一臂之力 看来我的算计并没有失误 所有圣光 逼迫出身体 立刻逃走 一根救命稻草 凭借这根救命稻草 可以安然逃走 大不了找一个隐秘地方 飞升天界 当然 在飞升天界之前 它是想要和方清雪见一面 看看仙界到底对它 进行了抓捕没有 造化起源 至高天门 给我逼迫 洪荒祖龙 加持我身 万古佛陀 亦是不朽 它催动了所有力量 积攒的原始之气 大量燃烧 贯注进入仙气之中 全身低溜溜地旋转 学窍之中 三千对日月恒星上面的符 全部击射了出去 轮回之盘 旋转到达极限 世界之术 和荒神支持的力量 也发挥到达最大 顿时之间 它周身金光缠绕 许多金色的云气 都从自身毛孔中逼迫了出来 轰隆 足足三个呼吸 方寒的力量 提升到达了前所未有的稻索 那铁血门三尊悬仙海骨 也一下炸开 滚滚精气 融入了它的身体 三尊古老的悬仙海骨 其中蕴含的仙道法则 丝毫不比王宇坤 李懿 宋远山 钟镇阳四人低 一下融入方寒的身体 立刻就被打入了 三十三天质宝其中 又使得三件质宝 变化为了仙气 尊天官 战天府 补天罗 给我变化 一尊皇冠式的质宝 从方寒头上 冉冉升腾起来 戴在他的头上 立刻荣耀万分 有仙界王者的威严 就算是天君 都没有他高贵 从此之后 只要这皇冠一出现 没有人说方寒的血液卑贱 都要自残行贵 这就是尊天官 与此同时 一柄大斧飞腾而出 和鬼斧神功大仙术的斧头 还有八部浮屠明王斧 也不相同 斧柄极长 似乎是神木所致 上面木制的纹理 一圈一圈 永远也无法数清 似乎那木制的斧柄 经历过了一个混沌的岁月 最后 一尊丹炉 飞了出来 其中药材的味道 传递出来 阵阵香气 连接程庆云 化为无数的胶质 不停地修补着苍穹 有了这尊丹炉 似乎是所有的伤势 都可以修补 连天都能够补上 采无上灵气 以补苍天 尊贵 战力 补天 集中于方寒一身 他的造化神权 再次变化 绵密而浩瀚 深沉而澎湃 如九渊之水 如天界之大日 铺天盖地 却又无孔不入 我要以绝世神力 造化圣道 得到永恒不灭的生命 再次一阵 周身的化仙圣光 竟然都被一下蒸发 身体之中 连一丝的圣光都没有了 全部被逼迫出了身体 安然无恙 那大人物的一眼 居然没有耐够把他杀死 反而使得他炼化了 铁血门三尊玄仙海骨 再次晋升力量 那半部金仙大能的海骨 却没有丝毫炼化 挺立中央 双手摆出了一个奇怪的姿势 发出熊熊的大罗真火 向外燃烧 似乎和方寒 有一种相得益彰的配合 方寒甚至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尊半部金仙大能海骨 也有一种和自己融合的趋势 嗯 原来是铁血门的余念 帮助了他 没有被我眼神杀死 不过 就算是铁血门余念 也难逃我的惩罚 天界大人物 似乎发现了这一幕 冷冷哼了一声 似乎动怒 突然伸出手来 直接一指 那化仙圣光比刚才凶猛了足足十倍 这下 是他亲自动手了 不好 速速逃走 方寒心灵之中 紧照连连 他逼迫开金光之后 当空一阵 刷 自由之一飞起 世间自在王府的福 也再次发挥了作用 开始虚空跳跃 背后血染的心路一下远去 他已经逃离了这片战场 别了 玄黄大事件 别了 神族大劫 这次 我在神族大劫之中 已经得到了足够的好处 基本上 七府 三库 一密藏 差不多都纳入了我的囊中 神族大劫 是天界和神族的事情了 我已经功德圆满 气运到达巅峰 和方清雪师姐见上一面 就可以破空飞升 这个世俗之中 再也没有眷念的地方 在一下逃离这里的时候 方寒就感觉到一阵轻松 他知道 玲珑仙尊等人 肯定没有危险 现在世俗之中 的确是没有他留恋的地方了 他需要更为宽阔的舞台 展现自己 那古老的天界 才是自己追求永生的场所 神族大劫 此时已经不关他的事情了 他这一下飞顿 刹那之间 就是千百座星域 一条宽阔 他瞬息之间 就可以飞越数十次 只要躲避掉了 仙界大人物的追杀 他就一马平穿 稍微修炼 了解天界规则 然后偷偷飞升 不在话下 但是 就在他不知道 逃出了多少片星域 多少个遥远国度 无数个异度空间 平行虚空之后 身体后面 一片金光闪烁 越来越浓烈 排山倒海一般 宇宙都开始随着金光变化 好像是 那尊天界大人物 直接追来 第九百八十六章 拼死抵挡 天界大人物 居然还不放过方寒 在他逃离了无极 玄黄两大世界的战场 居然还是跨越时空 追击而来 显然 是对他有必杀之心 这天界大人物 法力无边 而且因为 炼化了无极大世界 作为分身 根本不用在乎天界规则 肆无忌惮地施展法力神通 搅乱宇宙 无人可挡 这个天地宇宙中 还真没有可以阻挡 这尊大人物的存在 似乎要追杀我到死 可恶 方寒尽管是施展了 最大的力量 自己的身体逐渐被金光笼罩 无数时空国度 都被金光渲染的一片辉煌 这尊天界大人物的辉煌 笼罩古今未来 无可抗衡 而方寒的法力 根本抗衡不了 这尊大人物的追杀 甚至连逃跑 都变得没有可能 轰隆 四面一阵 无数的金光凝聚成了一座牢笼 把方寒笼罩在其中 那尊大人物染染而来 站立牢笼上方 冷眼看着方寒 方寒 你不要反抗 因为反抗 只能够让你死得更快 大人物一下困住方寒后 并没有立刻下手击杀 而是饶有兴趣地观看着 他身体的每一寸元气运转情况 似乎是在分析八部浮屠 三十三天至宝的奥妙 很好 很好 我是第一次看见 这种奇思妙想 居然把八部浮屠 和三十三天至宝结合在一起 炼制成了一件宝贝 大人物嘖嘖称奇 我都没有这种能力 因为两件法宝的特性相互冲突 一旦强行融合 立刻就会发生爆炸 这是天地规律 没有人可以逆转 让我看看 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方法 他的双眼再次金光闪烁 方寒立刻有一种 被全身都看透的感觉 使得两件法宝中和的组屋镜 元气沸腾了 居然是上一个宇宙之中盛行的巫术 巫道之宝 你居然亵渎造化 用巫术来使得两件宝贝强行结合 大人物都吃惊了一下 点点头 妙 实在是妙 不过 这是盘武仙尊的算计 他也算是始作俑者 推波助澜 替你凝练了组屋镜 把上面的怨气给驱除 否则的话 你根本掌握不了这件质宝 你想杀我 方寒冷冷到 心中在推算着 怎么再度逃走 我并不要杀你 我是借助你之手 让电母天君的转世之身 显现出来而已 天界大人物摇摇头 不过 你亵渎了造化 惩罚是必须的 我还是要把你和电母天君 一起带去天界 接受惩罚 以警效尤 你这次下来的任务 第一是对抗神族大劫 免得玄黄大世界被炼化 天界出现缺口 你这样来追杀我 不顾一切 难道不怕天妃乌魔得手吗 要知道 天妃乌魔 是有可能成为 神族第三位圣王 也许这次他 打开了天界通道 圣祭玄黄大世界 就会让他真正掌握 教化文明之真谛 使得他得到冥冥之中 神族本源之力的加持 他的价值 比我大得多 你现在亲自来对付我 而忽略了他 是典型的舍本竹墨 知道吗 方寒慢条思理 面临强敌 越发的冷静 不 这已经不是强敌 而是必然可以把自己 镇压杀死的存在 必死的局面下 方寒都能够保持出 最佳的状态 平时的修行功夫 已经体现了出来 你也知道 天妃乌魔 有可能成为 神族第三位圣王 大人物神色越来越惊讶 神族之中的圣王 是比天君 还要厉害的存在 一旦修成 对于整个神族 都有质的飞跃 甚至可以使得 神族和天界并驾齐驱 不过 在我的压制之下 他暂时没有能力 翻起大浪来 而且 你的重要性 丝毫不亚于天妃乌魔 要知道 你身上可有命运的轨迹 有什么能偶比得上命运 玄黄大世界 随时都要崩溃 一旦被神族圣祭 这种责任 你担当得起 方寒小心翼翼的沟通体内 半部惊仙大能的骸骨 准备酝酿神通 反咬一口 天界出现缺口 整个势力会重新划分 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这种天机运转的事情 你这等人物 自然不会清楚 告诉你 你也无法领悟中的奥妙 天界大人物沉寂不动 似乎是在推算什么 推算了几个呼吸之后 他的脸色突然大定 脸上也显现出了微笑 方寒不要挣扎 你所依仗的 是三十三天至宝和八部浮屠 收取了这件宝贝 你就等于是老虎 被拔掉了爪牙 我不会允许 你再晋升了 拿来吧 天界大人物 终于出手 他一出手 那囚禁方寒的牢笼 立刻就开始大放光明 一股化仙圣光 再次要入侵方寒的身体 破牢笼而出 无人能够困得住我 方寒早有准备 突然一下 自身的圆灵 甚至强行和半步 惊鲜大能的海骨合二为一 立刻他就感觉到了 那大能古老而深沉的意念 还有一股铁血精神 那大罗真火 滚滚燃烧他的灵石和智慧 如果是一般的神仙 这样做立刻就会被全身燃烧 化为灰烬 而方寒却不同 他抵挡住了大罗真火 智慧在火焰之中 得到升华 越来越同名 似乎心魔在这一刻 都已经不存在了 大罗练星 他竟然是要强行控制 这半步惊鲜大能的尸骸 做出最完美的战斗 抗衡天界大人物 争取到一线生机 他已经看出来了 这半步惊鲜大能的尸骸 没有了灵石 全凭死前的推算 做出种种活动来 练化你体内铁蟹先斧的那个鱼念 铁蟹们在远古时代 就是反抗天界的鱼念 必须要杀死 你们都要一起葬送 天界大人物一阵之间 上前一步 大手抓入了牢笼之中 那三十三天至宝 八步浮屠的元气 突然开始蒸发 整个宝贝 甚至是方寒体内学窍的 三千对日月恒星 都开始瓦解 要飞出方寒的身体 这一抓 朴实无华 但也无可抵挡 这天界大人物 已经真正做到了 道法自然的境界 随意移动 就可以重新凝聚规则 随意一句话 就可以化为律法 可谓是言出法随 方寒是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本命法宝 要从身体之中剥离出去 正如这尊大人物所说 他的所有力量 都来源于三十三天至宝 和八步浮屠 如果这两件法宝一被剥夺 他虽然不至于成为 一尊普通的神仙 但战力至少减少百倍 不可能击杀玄仙 被玄仙杀死还差不多 能够超越境界挑战 全靠两大融合的至宝 与此同时 那半部金仙大能的骸骨 也蠢蠢欲动 要被收走 就在这个时候 那骸骨一阵 突然睁开了眼睛 眼神之中 如铁如血 意念深沉 我的传承者 铁血的继承者 反抗天界 把世界变成铁于血 咔嚓咔嚓 他的骸骨上面 出现了金色的军裂痕迹 随后一股纯金色的法则 无数金色符纹组成的符 打入了方寒的身体 本命世界 照耀一方 最后又渗透进入了 33天至宝之中 把开始蒸发的元气 稳定下来 这半部金仙大能的骸骨 有多么厉害 身上蕴含的元气 简直是包罗万象 比起得到仙斧传承的 四个人 要雄魂得多 由此可见 另外四大仙斧之中 并没有真正的高手 把骸骨遗留下来 其中那纯金色的法则 其中蕴含了金仙 对于大罗之道的领悟 一点大罗之道的领悟 就比普通玄仙的法则 要强横十倍 方寒这一下 把半部金仙大能的骸骨给炼化 相当于炼化了 数十名的悬仙强者 大罗的奥义 仙道的法则 全部都涌入了 33天至宝之中 已经变化为了仙气的至宝 纷纷绽放出光泽 而没有变化为仙气的 都开始纷纷蜕变 砰砰砰 无数仙音 此起彼伏地响彻了起来 剩余的33天至宝 在这一下大罗法则 半部金仙大能 尸骸融化的力量冲击下 都开始出现了仙气 一件件的至宝 开始变化的力量 都进入了 那最为强大的至天门中 而方寒同时 也得到了力量的反馈 他全身的学窍中 三千对日月恒星 一下熄灭 似乎是永恒地失去了光泽 没有了任何光和热 所有的元气全部收敛 每一个学窍世界 都开始进入了永恒的黑暗 但是 玄妙的气息 在其中荡漾着 玄仙的意境 开始出现 他真正地触摸到了 玄仙的法则 还有那玄之右玄 众妙之门的意境 三十三天至宝 足足有三十二件 都化为了仙气 唯独最强大的至天门 还在旋转 吸收了半部精仙大能的骸骨 居然还不能够晋升 这件三十三天的总纲门户 也不知道是什么级别的存在 永远吞噬法则和元气 就是不产生变化 不过方寒知道 现在 这至天门 如果真正变化 为了仙气 那整个三十三天至宝 就会彻底提升到 一个新的层次 三十三天至宝 号称造化神器 绝对不是这么容易 就彻底晋升的 我现在是半部玄仙了 要真正修成玄仙 还需要至天门 彻底变化为仙气 可惜可惜 这半部精仙骸骨 都还欠缺元气 那以后需要什么 才能够晋升 真正的精仙骸骨 方寒心中推算 电光石火之间 他再次撕裂大人物 布置下的精光 向外逃窜 第987章 全部化仙 方寒终于把半部精仙 大能的骸骨炼化 但是 他却只修成了半部玄仙 并没有真正的成就 玄仙业位 因为三十三天至宝之中 至天门还差一点 没有晋升 导致他的元气 还没有圆满 不过他现在的力量 足够可以撕裂化 仙圣光 再次逃之夭夭了 他的手上 已经能够完全 施展出大罗真火 这是半部精仙 才有的手段 被他融入宝贝之中 和本命园林结合 谁都无法取走 而且现在 他的性命 和三十三天至宝结合 差不多是成为一体 无论是那天界大人物 怎么施展手段 都不能够 从他身体之中剥离 除非是把他抓住 彻底炼化 当然 要抓住现在的他 已经难上加难 更为重要的是 在方寒修成半部玄仙之后 那轮回之盘 也得到了极大的蜕变 轮回之力 越来越浓烈 轮回道人的太古园林 跨越遥远的古代 回到了现代 要守护方寒 朱砂敢于入侵 轮回之盘的存在 而世间自在王佛的福 更是绽放出光芒 这张福永远不会毁灭 里面的仙阵已被轰破 只要灌注大英果树的仙气 在其中 立刻就会恢复 在方寒修成半部玄仙的一刻 这张福里面的世间 自在王佛那个年轻的形体 面孔忽然变成了自己 自己就是佛 我心就是佛心 人心佛心 心心相应 方寒突然体会了佛的真谛 佛界的无穷奥秘 大英果树的修为 节节攀升 到达了一种鬼神难测 仙佛都推算不出的境界 而自由之意 更是发生了变化 原本已经有了裂痕的地方 都在一瞬间恢复 不 应该是变得更强了 两片翅膀 完全展开 显现出了自由之真谛 每一片符文 都呈现出了天空一般的蔚蓝 蔚蓝的颜色上 有雄鹰在展翅翱翔 刷 他撕裂囚牢 顿走之间 把所有的宝贝法力 都运转到他最大 几乎是要直接飞升天界 但是 那大人物冷冷一笑 就在他的耳边发出声音来 你就算是真正修成了玄仙 也无法逃走 我看你的潜力有多大 我的潜力 无穷无尽 你越压迫我 我就爆发得越快 方寒的神念不甘示弱 向后面扩散 心中却在策划逃走的路线 如果就在这星空宇宙之中逃走 很难逃脱这大人物的追杀 当务之急 要引火上身 去龙界 或者是去佛界 传闻之中 龙界和佛界都和天界开战 年年都有大量的兵将死亡 我去这两界 那大人物肯定要引起人的围杀 我可以乘机脱身 龙界我比较熟悉一些 更加上有八部浮屠 就先去龙界 刹那之间 方寒心中就定下了计策 要或水东影 后面的金光越来越急 就要追杆上 方寒身体诡异的一个旋转 破开层层叠叠的虚空 一下就找准方向 进入了龙界的金碧系之中 龙界的金碧系 十分雄壮坚固 后时 越是法力高强的异类 越不容易穿越 如果是仙人 留下来的禁法遭到反击 不过方寒现在 就等于是洪荒祖龙的化身 龙界的金碧系 根本对他造成不了任何的阻碍 反而有一种听他指挥的感觉 他在龙界之中 战斗力会飙升 比在世俗之中要大 而天界的大人物 力量太强 一进入金碧系 就会引起龙界数不清的高手为杀 许多远古的圣龙 龙族之中的大神通者 太古大能 都不会容许一尊比金仙 还强大的存在在龙界之中 肆意杀戮和破坏 你想进入龙界吗 方寒刚刚进入龙界 却并没有发现 那大人物追击过来 龙界的金碧系 也没有任何震荡 按照道理 那天界大人物的力量 一进入金碧系 就等于是一颗星球掉落海洋中 掀起轩然大波 而现在 一点征兆都没有 这就奇怪了 正当方寒奇怪的时候 一个声音在方寒的背后 响彻了起来 他转过头一看 就看见那天界的大人物 全身金光已经收敛 转化为一件金色的长袍 披在了自己身体上 气息好像普通的凡人 甚至带有一丝丝龙族的气息 远远没有刚才那么凶横霸道 荣耀遍布诸天 方寒 你有算计 不过任何计谋在我的眼里 都不值一提 你进入了这龙界 也无非就是祸水东尼 想我和龙界开战 不过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你会万物化龙爵 我也会这门倒数 不过 我没有八不浮屠而已 天界大人物 丝毫不怕方寒逃走 进入龙界 你也是逃不掉的 是吗 方寒突然之间 一道金芒冲天而起 以他为中心 龙界的群山 一座座地飞上天空 与此同时 他对着天上的龙界烈日 打出了造化神拳 却并没有向大人物展开攻击 而是破坏龙界的环境 龙界的烈日 悬挂在空中 大不可量 就算是几个大世界加起来 也没有这烈日打 也不知道 是谁塑造出来的 金仙都不可能炼化 不过现在方寒施展造化神拳 对龙界烈日进行轰击 肯定要撼动其本源 造成天地异象 引起诸多龙界强者的注意 在我的面前 不可能造成破坏 天界大人物身躯一动 一股浩瀚的法力 凭空衍生 哇 方寒只感觉到四周一景 空气居然紧密了上一辈 自己的造化神拳元气 凭空被瓦解 那些龙界之中飞起的群山 也纷纷降落 聚会恢复如初 在这天界大人物面前 根本没有办法破坏 你逼迫的我隐藏气息 足可以自豪 本来以我的尊严 就算进入龙界 佛界 甚至是虚神界 都不屑隐藏形体 因为没有人奈何得了我 但是为了抓捕你 不得已而为之 不过你令得我放弃了尊严 罪孽更加的深重 没有人能够解救得了的你 天界大人物的立场 封锁了一亿里龙界的地狱 在这地狱之中 元气堪比造化至今 所有的一切生灵都冻结在其中 方寒的行动都变得异常艰难 又无法进行空间挪移了 不 那大人物向前一步 方寒感觉到自己全身的血肉 脊椎骨有一种被打成饼的味道 该死 我一向都是把别人打成肉饼 现在却要被这大人物打成饼 真是一报还一报 方寒竭力反抗 再次打出了治天圣法 那治天门一下洞窗而出 里面涌出了一股全境 这全境柔和 没有任何狂暴的意境 但是稍微一动 就破掉了天界大人物的立场 使得凝固的元气趋于缓和 造化神拳 果然了得 治天圣法 在天界没有几个人会 不过在你手里太可惜了 还是给我吧 天界大人物 看见了那治天门 突然一点 一道虚影从他身体上飞了出来 居然把治天圣法的力量 给反击了回去 与此同时 那影子携带着一股 鬼秘的寄生之秘 冲入了治天门之内 方寒立刻就感觉 治天门中进入了杂志 而且是非常难过的杂志 居然开始吞噬治天门的本身元灵 然后掠夺这33天至宝的生机 其他的至宝 如画天甲 擎天柱 都暗淡了下去 治天门被大人物的虚影冲入其中 他们等于是被扼住了咽喉 运转都艰难起来 不好 这天界的大人物 要以元神寄托我的法宝之中 夺走33天至宝 甚至灭杀我的元灵 方寒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这天界的大人物 居然如此凶狠 一上来就施展出元灵交锋之术 要和自己在心灵深处争斗 彻底击溃使得 使得自己成为奴隶 自己不知道得到了多少奇遇 元灵智慧中 融入了终结圣王 盘武先尊 世间自在王佛 洪荒祖龙 混乱天军 无数大人物的意念和意志 别人如果用力量压迫自己 那还不是对手 但是元灵交锋 意志比拼 他谁都不怕 但是偏偏这个大人物 为了速战速决 居然以这等凶险的比拼 灭杀自己 治天门 给我稳住 你我一体 至高无上 追求永生 没有人能够掠走我们 方寒强烈的意志 全部都灌注进入了治天门中 和大人物进行交锋 他的虚影 化为了终结圣王 自在王佛 盘武先尊 等诸多绝代雄主的虚影 纷纷也钻入治天门中 那天界大人物 再次向前踏出一步 脸上显现出了冷笑 你得到的人物 传承虽然多 意念也强横 但毕竟不是自己的 怎么驾驭得住 溃败吧 轰隆 首先 世间自在王佛的虚影再度崩溃 其余的绝代雄主的影子 也风卷残云一般的毁灭 方寒扑的一口 吐出了鲜血 那三十三天之宝治天门 竟然变化了颜色和气息 和这天界大人物 有一些相似 而其他的三十三天之宝 感觉到了气息变动 相互跳跃 蠢蠢欲动 甚至要带走方寒体内的 精血和法则 方寒练化了无数人物 但是现在他第一次感觉到 自己要被人练化了 这只天门 你是不可能把它变化为仙气的 就算是修成了玄仙都不可能 我现在成为了他的主人 就以你的自身为影 融入其中 蜕变仙气 天界大人物张口喷出了一口元气 灌注进入至天门中 第988章 修成玄仙 天界大人物直截了当 元灵和方寒交锋 击溃了他所有的意识 然后把元气灌注进入至天门中 竟然是要亲自炼制 把这件宝贝变化为仙气 一件宝贝变化为仙气的一刻 所有的规则都会发生改变 谁能够使得这一刻的变化 竟在掌握 谁就可以掌握这件仙气 现在天界大人物 不惜耗费元气 炼制至天门 也就是全面掠夺33天之宝 免除后患 甚至 他还想把方寒的本身 都祭祀进入至天门中 增加力量 一切成果 都归于他 方寒不知道经历了多少奇遇 杀了多少人物 炼化过多少高手 法宝 仙气 才把33天之宝 炼化成今天这一地步 天界大人物正是成这最好时候 一举掠夺 收割胜利之果实 至天门还差最后一步 就可以变化为仙气 这一套33天之宝 也都可以最终蜕变 化为不可思议的存在 你根本不知道 33天之宝的最终奥妙 昔日33天之宝的凝炼之法 被一头修炼 到达了至仙境界的昆蓬王 偷偷下凡间 不过那昆蓬王得到了惩罚 生死盗销 留给他的后代 被仙界寻找了多年 却被你得到了 现在我代替天界 收回这件之宝 天界大人物脸色冷笑 积蓄灌注精气 使得至天门 发生最后一步的变化 方寒知道 这是自己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不过他的心情 在此时此刻冷静地可怕 越是危险 他越是临危不乱 他不停地打出至天圣法 对着天界大人物进行攻击 但是 那天界大人物 周身金光涌动 直接就化解了他的攻势 无极射裂 惊歇元丹 突然 天界大人物向前一步 大手笼罩 五指如山 直接就虚空定住了方寒的头颅 你还想反抗 在我的法力之下 没有可以反抗的了 方寒周身 如被封印在 亘古不化的玄冰中 只有细微的生机能够活动 不过 那天界大人物 并没有下杀手锏 而是张口一吐 一枚金色的丹丸被吐了出来 这枚丹丸并不是丹药 而是一尊金仙本源 化成地道果 在这道果周围 簇拥了足足三十六枚无极射力 他这一喷射出来 统统都打入了至天门中 顿时 至天门一阵 终于经受不住这个大人物的凝炼 元气催化 一下暴涨 化为了一座高达数十万丈 耸力进入天际 似乎要比天还高的门户 那门户之中 涌出了至高无上的真意 方寒身体之中的三十三天至宝 全部飞出 化天甲 周天仪 无天散 都不属于了方寒 最后一丝妙用 都要被全部切断 天界大人物面带冷笑 怜悯地看着方寒 似乎是在嘲笑他 最终把三十三天至宝送给了自己 情况危急 万分的危机 方寒一旦被窃取 走了三十三天至宝 那就只能任人宰割 在三十三天至宝飞起的刹那 那八部浮屠 因为元气感应 也飞了起来 而方寒全身上下 都动弹不得 你的真身 亵渎造化 只有用鲜血和生命 才能够清洗掉 使得造化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尊严 给我死 天界大人物 突然一指方寒 顿时之间 方寒的三千学窍之中 爆炸出了熊熊火焰 开始蒸发他的血液 熔炼他的智慧和精神 给我进入至天门中 融合 天界大人物当空一阵 就把方寒整个身躯给射了起来 丢入至天门中 随后打出了千万道守绝 开始祭练 轰隆 就在这万分危机的时刻 一道金芒 穿越龙界 从遥远的时空 轰击而来 直接洞穿向这大人物的后背 这道金芒 粗就有万里 一扫之间 无数星球都化为飞尘 隐隐约约 在金芒的源头 可以看到 一尊古老青铜花纹的巨炮 是不朽古雷炮 电母天君的转世之身 我就知道 你会出现 我击杀方寒 也是为了勾引你出来 现在你终于忍受不住 要出手了 可惜的是 你还没有成就气候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以你的机缘 潜伏得越深 时间越长 就越强大 越安全 这名天界大人物 一声长啸 回身一抓 无形的力量包裹住金光 使得不朽古雷炮的射击寸崩溃 还没有到达他的身边 就已经完全散去 那些金芒化为闪电 游离在空中 化为无数电龙 散落四方 也不知道毁灭了多少时空 灭杀了多少 有形无形的存在 咔嚓 在天界大人物毁灭金芒之后 他头顶上 一处虚空破裂 那巨大的鼓雷炮 再次出现在了他的头顶 又是一道更大的金芒 轰击了下来 不知死活 天界大人物向上一掌 那金芒全部都炸开 他如九天神龙 称天而起 就是一抓 苍穹都被他一把抓起 整个龙界立刻风起云涌 他展开了绝世手段 天鬼秘术 霸氏之机 条条天之轨迹 跳跃而起 把龙界的金币戏都给打开 切割得支离破碎 这大人物打碎苍穹 撕裂大地 就看见了那遥远时空深处 不朽古雷炮的真实形体 给我来 他当空一抓 那不朽古雷炮 居然从遥远时空 被他深深抓了出来 显现在龙界之中 此时 龙界十分安静 既然 并没有什么大人物出手来干涉他 似乎都沉默了 臣服在他的绝代淫威之下 随着不朽古雷炮被抓出来的 是一尊雷城 暴雷之城 这是一件仙器 甚至是和分宝岩一样的仙器 上面的不朽古雷炮 吞吐不息 对着这大人物 一连轰击出了亿万炮 但是 这些炮的金芒 还没有靠近大人物的身体 就全部散开 这大人物 就如一尊永远也不倒的亘古魔君 始终耸立天地 直到未来的尽头 暴雷之城 本来是王品仙器 有九九八十一座 还有一座王城 是殿母天君 你曾经制造的国度 可惜现在 就剩下了这么一座 还远远没有恢复 也罢 你的远古荣光 已经没落 虽然你企图再度恢复 但是这已经成为净花水月 我就让你的荣光 最后泯灭吧 天界大人物 再次一抓 那暴雷之城 居然一个颤抖 似乎是遭遇到了暴风的船只 险些负面 最后被这一抓 就要落入到大人物的掌中 然后毁灭 被生生炼化 而且 在摄取到暴雷之城的同时 天界大人物 看到了在雷城中央 一个女子站立起来 白衣圣雪 正是方清雪 殿母天君 你是远古人物 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就听说了你的威名 不过现在 我却要亲手终结你 终结一段传奇 真是兴奋啊 天界大人物的 神念颤抖着 但是她的出手 却非常的快速 没有一点的颤抖 屈指一弹 一道金光激射 是她毕生功力凝聚 要击杀方清雪 与此同时 她的神念 笼罩四野 不使得人入侵进来 也不使得方清雪逃走 碰 就在她一击之间 把暴雷之城上的方清雪 给炸得粉碎的刹那 一座巨大的门户 从天而降 居然和智天门融合在一起 那巨大门户 古老 深远 连接亘古 洞穿未来 在那遥远的未来 时空破碎 天地重新归于混沌 这古老的门户依然存在 今在 夕在 以后永在 永生之门 灵魂烙印 谁也没有想到 天界大人物 炼化方寒的智天门 自己喷吐出了金仙元丹 无极设立 把智天门催化到最后一步 化为仙气 更要把方寒炼化在其中的时候 永生之门灵魂烙印 从天而降 直接打入智天门中 智天门是造化先王 根据永生之门锻造出来的 融入了自己的大道 现在方清雪突然出其招 融入门中 立刻之间 那智天门就发生了变化 似乎拥有了自己的灵魂 方寒在其中 一冲而出 浑身的真火 纷纷消退 他面容肃木 来自天界的大人物 灾难天君的儿子 多谢你 帮助我把三十三天制宝 凝炼最后一步 要不是你的金仙本源 我还不可能把智天门化为仙气 方寒目光平静 似乎是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他的全身 无数玄气冲天而起 雪翘霹里啪啦 所有的日月恒星 再次亮了起来 三十三天制宝 再次从智天门中冲出 和身体合二为一 那八步浮屠 绽放光辉 龙界的本源 疯狂进入他的身体 此时此刻 他就是龙界 龙界就是他 他是整个龙界的缔造者 拥有者 他的头顶上 玄仙法则 结成了一道道的长虹 贯穿南北西东 龙界之中 那高高悬挂的烈日 似乎是得到了方寒的感应 一个颤抖 无穷无尽的火龙之气 从烈日上扑了下来 融入方寒的身体 龙界的烈日 和世俗之中的太阳恒星 完全不同 每一道真火 都是亘古长存的龙精神火 现在加持在方寒身体上 使得他全身每一根汗毛 都化为了火龙真精 此时此刻 他完全得到了 三十三天至宝的控制权 而且一举踏入了玄仙境界 真真正正地成为了玄仙 第九百八十九章 再次联手 方寒终于修成了玄仙 仙人三重 玄仙的境界 这一境界 已经超越了世俗之中的力量 因为按照普通的仙道法则来说 神仙就已经是世俗中的巅峰 一旦修到了玄仙 无论你有什么手段 都要立刻飞升 除非是你把自己的玄仙法则 立刻封印 永生永世 都不施展出玄仙的手段来 更为厉害的是 方寒不是普通的玄仙 而是堪比半部金仙大能的存在 他体内之中的玄仙法则积累起来 足足可以比得上 百十个普通玄仙的总和 像龙须尊者浩天神帝这样的玄仙 数十个加起来的力量 也未必比得过他 在没有修成玄仙之前 他就能够一掌 把普通玄仙击杀 砍瓜切菜一般 杀死王宇坤 宋远山等四大天才玄仙 现在他恐怕是吹一口气 四人就要化为飞灰 而且 三十三天至宝 在这一刻 整体上都化为了仙气 融入他的体内 和八部浮屠结合得更为紧密 没有一丝缝隙 真正大圆满 冥冥之中 从天界又降落下来了 许多造化神权的真意 造为生 化为死 造者 生死 虚空 无量 周边 不动 永恒 视为造化 无数的仙道经文 流淌在他的心中 他此时此刻 似乎是明白了造化的真谛 和终结之道一样 都得到了真传核心 那体内的三十三天 造化神权的武道 又有了一种新的认识 而且 无数的神通法门 大仙术的修行之法 一些零碎的片段 也从仙气上显现出来 以前 方寒的造化神权 比如崩天壮 就是一股运用造化之力的法门 但是现在 这一招显现出了具体的修炼之法 崩天壮这一招 蕴含三千大道之中的 大挪一束大闪朔术 大王霸术 足足有九十九种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不知名的上古神通 来自仙界的传承 崩天真义 都在其中 这些法门 以前方寒是怎么都推算不出来的 但是现在 却一一地从治天门中流转了出来 三十三招 每一招 都是由九十九种三千大道相互组合 掺和了三千种仙界的太古秘法 然后组合 凝炼才能够打出致命的一击 天塌地陷的一尊杀招 造化神拳 在三十三天至宝化为仙气的一刻 终于有了具体的修炼之法 不再是单纯的造化之力的运用 方寒的体内 已经蕴含了接近千种三千大道 无数的太古秘法神通 而且 它逆转时间 只要在刹那之间 就可以修行千年 把元气凝炼 一门太古秘法 就修炼成功 玄仙境界 如此奇妙 我甚至是感觉不到了自己的寿命 已经可以和天地同寿 日月同光 超越了一亿年 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不知道去了天界 我的寿命是多少 传闻之中 天界一日 世俗一年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方寒在万分之一个刹那 熟悉着体内的玄仙法则 同时运转造化神拳 又把三十三件至宝的各种功能 都熟悉了一遍 这才至得一满 全身力量饱满 膨胀 博大 如挣脱牢笼的太古巨兽 一掌向天界大人物劈了过去 同时施展出了治天圣法 抓向暴雷之城 殿母天君 你居然敢算计我 用永生之门的灵魂烙印 催化之天门 使得我功亏一篑 不过不要紧 你们两人 今天都要被我擒拿杀死 那天界大人物 一下失手 冷不防被方寒利用 把三十三天至宝的控制权 抢夺了回去 而且还借助自己精先元丹 无极设立的力量 最终化为仙气 这等于是给别人做了嫁衣 以他的尊严 如何能够忍耐 他怒不可疑 全身拔高 手掌上无数灾难云气聚集 反手镇压下来 不停地扩展 把诸天万界 都要一把抓在手里似的 方寒的治天圣法 竟然遭遇到了扭曲 开始溃败 给我破 天界大人物合身扑来 手指洞穿 点在了治天圣法的核心处 那治天门上 居然产生了裂痕 然后治天圣法的元气都被破掉 我就算修成了玄仙 也不是这天界大人物的对手 不过现在好歹能够抵挡一二 不会完全没有反抗的能力 方寒手掌一收 身体之中 一股大锣蒸火涌起 玄仙法则旋转 原始之气弥漫 顿时就把治天门上的裂痕给修复 同时他身体向后闪烁 竟然躲避开了天界大人物的必杀一招 在没有修成玄仙之前 天界大人物这一招 就要了他的命 但是现在 却可以躲开 并且能够酝酿反击 至少天界大人物 不能够随意玩弄他了 现在 这天界大人物 应该是金仙修为 而我是玄仙 再也不能够越迹挑战了 金仙就是金仙 大罗自在 一切时空 都永恒不朽 到达玄仙境界 仰望金仙 方寒才知道越迹挑战 已经变得近乎不可能 仙人境界之中 金仙就好像一个难以逾越的门槛 天仙是老 神仙是稍微有地位的人物 玄仙是高等人物 而金仙 就是天界的一方巨头 实力之差别 已经不是数量能够弥补 更不是法宝能够弥补 这天界大人物 炼化了无极大世界 作为分身 就是金仙的战力 那他的本尊 到底有多么强横 幸亏本尊不能够下界 否则的话 还有敌手吗 方寒推算者 再次打出了造化神拳 这一套拳法 现在有了具体的修行法门 他每在心中推演一番 威力就增加一分 推演了三个刹那 他挥拳之间造化弥漫 一个又一个的宇宙国度凭空衍生 竟然把天界大人物的攻击 稍微抵挡住了 清雪师姐 你在哪里 速速退走 我来抵挡住这天界大人物一阵 现在我修成了玄仙 已经有了逃跑的可能 天界最终目标是来抓捕你 我只不过是一个诱饵 方寒在施展造化神拳的同时 意念随着全境散发了出去 他想方清雪立刻就走 免得遭遇到天界的暗算 哼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 天界大人物再次提升力量 一张张的混原无极图 从身体之中飞了出来 波澜壮阔 山河万世 表里乾坤 江山设计都在图中 怎么如此之多的会员无极图 方寒吃了一惊 这图本是无极星宫镇山至宝的仙器 只有一张 但是现在天界大人物的身上 足足飞出了千百来张 也不知道是幻影 还是真的有那么多的仙器 方寒似乎看到 每一张图都有仙器的威力 以他现在的眼力 都看不清楚 动天眼 他施展出了33天至宝之中 极其神秘的一件法宝 这件法宝是一枚眼球 眼球呈现出青色 亿万瞳孔在其中旋转 可以发出动天神光 有探查隐秘的无上功能 甚至可以看穿人的心念 但是 就算施展出了这动天眼 他也看不清楚 那一张 混原无极图是真的 哪一张是幻化出来的 你们看得穿我的金仙大罗之道 两相虚实的无上神通 那我还能够情杀你们吗 殿母天君 你也不要隐藏了 出来吧 我不但是现实世界的主宰 更是虚无世界的主宰 两相虚实 无见之道 天界的人物突然当空阵 千百张混原无极图 当空飘飞之间 在图形的中央突然就又出现了 一尊暴雷之城 城池上面 站立着一个女子 正是方清雪 而天界大人物 原来抓住的暴雷之城 居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才是你的真身 我终于把你逼迫出来了 天界大人物突然不动 覆手而立 但是千百张混原无极图 却颤抖得更厉害了 一波一波 永不停歇 撞过山河 表里乾坤不停地向外扩展 有一种 要把整个龙界都全部覆盖的趋势 方寒突然之间 一声长啸 人似由于穿梭 接近了方清雪 也降落进入了暴雷之城中 师剑 你这些年约到哪里去修行了 今天才出现 依靠近方清雪 方寒就感觉到了不同 他全身都有一种高高在上 凛然不可侵犯的味道 而且非人非仙 非神非魔 似乎自然之化身 掌握一切神灵 如自然神灵之王者 尤其是 方清雪的修为 方寒发现 居然不在自己之下 似乎也修成了寻现 而且更要比自己身后 有一些大罗自在的妙用 在其中 竟然无限接近于 那半步金仙大能的修为 还差一步 差一步就可以领悟大罗 跨越金仙制导 你的修为 怎么可能提升到这种地步 方寒想着 自己经历了无穷奇遇 无数艰难险阻 不知道多少奇遇 加持在自己身上 而方清雪 居然也到达了这种境界 还要超过了一步 遥光已经飞升天界 我寻找到了 我自己当年遗留下来的宝藏 还有自己的遗退 方清雪道 更寻找到了 当年使得我毁灭的造化神器残骸 融入身体 可惜 在这世俗之中 已经无法修成金仙 只有去天界 神念传递到方寒的脑海中 让他了解了一切